验元素的两个方向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先说它的普攻 先是以龙爪拳为基础的普攻 在第4A的时候 会在向前抓取我们对方的伙伴 然后会一个持续进行无线连 然后每段其实是有10次的伤害 然后一个比较好的特点是 它的普攻其实是带有位移的 大家可以看就像这样 它其实会有非常奇技能 那也自然是以龙爪拳为基础 直接抓取对面 然后会带有一个武装色破霸 然后它的追加技能也是以我们的荡敌 以龙爪拳为基础 对周围造成一定的伤害 也是基于龙爪拳包括使用武装色 去对对手进行一个持续的追击 然后说完了龙爪拳啊 进入元素化 看上去其实平平无奇 但是其实它主要是一个长按 长按它就会飞得更快飞得更远 然后会追加出一道火柱 然后会形成多重的火焰追加技能 也就是基于此来进行我们的第二套 第二套自然气稍稍果实的相关能力 再给大家看一遍 二技能长按放出火柱但是没打到 然后与此同时呢 给大家看发生了什么 它的普攻发生了变化 对的 我们的萨波其实 它的一技能和二技能 就代表着它的龙爪拳和它的火焰能力相关的切换 也就是说你长按一技能 就会把它的普攻切换成龙爪拳 而长按二技能会把它的普攻切换成火焰 烧烧果实的普攻利用它的 也是基于艾斯的能力 就是我们经典的火焰龙王 释放我们的小奥义 然后它是一个后续有脱手的技能 有持续伤害 在PAP里面是一个打伤害可以压场的技能 而在PAP里面 它其实对于BOSS来讲 作为脱手也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打出更高的伤害 然后它的终极技能 救济奥义就是我们的炎帝的一击 对吧 相信我们艾斯的救济义是炎帝 而我们萨博自然也是我们火焰的能力 非常帅的对对手去进行终结 打出它的救济奥义伤害 然后再来说说它的两个激斗技 第一个是经典的炎上钢 也是援助中 包括艾斯跟萨博都会使用的技能 但是它有一个不同的点是 它会有一段追加技 追加技就是基于它这个炎上钢的范围 可以对全部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一个火焰突起的追加 这里一个追加技 也就是这个技能 大家相信一看就知道 它是非常适合打反手以及压场的 你在躲避对手的进攻 可以在原地留下这个炎上钢的范围 然后基于这个范围 当对手进来的时候 给予它致命一击 还有一种就是 当你把对面打出保护之后 去留这个技能去进行追加 然后它的追加技也是以断3400的伤害 可以很好的接后续的连招 其实这就是我们萨博在PVP里面的一个基础的展示 它最核心的就是利用E2技能的长短按 去切换它的普攻形态 然后去打出不一样的连招 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况 它是一个机制非常全面的伙伴 它其实它是一个通过可以靠平A去位移去抓取 然后2技能切换之后 也是可以通过平A去进入元素化 然后去打出这种远程的十字火压场的这个效果 然后说完了我们竞技场的技能 就看到了 然后我们金城care 0 cards 就 returns